各位好,我是楊玉池教授 今天主要介紹第五章有關於港部行銷部分 他授課的大綱帶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介紹有關於港部行銷的概念 第二是有關於港部行銷的對象 第三個是有關於港部行銷的策略 第四個是有關於港部行銷的一個案例分享 一般所謂港部行銷來說 他最重目的是要達到顧客的滿意度 按照顧客的滿意度 他是要規劃一些價格、行銷、配送、服務等等的策略 那一般港部行銷的話 他是有兩個部分所構成的 一個是要做Marketing Search 另外也叫Marketing Implementation 就是先要做市場調查 市場調查之後再提供企業做規劃 做行銷的策略然後執行 那一般我們來看有關於消費者的總共來說 他分為兩種 一個叫做商品化的消費者 基本上他已經到達最終目的地 然後另外叫行銷的一個消費者 比如說我們今天是賣礦泉水 那所謂的工業消費者呢 主要是他的 比如說製造礦泉水的工廠 那商品的消費者呢 商量比較多 他屬於是流通的一個市場等等 那當然就很多了 那一般我們在談到購買者的一個決策來說的話 大概有幾個過程 第一個你要確認問題你想買什麼 那比如說你想買錶 那第一個是要確認問題 第二個呢 你開始收集 買些管道可以找到這個錶的一個資訊 所以包括網路啊 或是一個專門店等等 然後你開始決策說 我要去買 拜訪很多地方 那有些東西會給他discount 所以呢 你就評估說 他的價格 還有他有沒有一些 提供一些favor的一個設施 然後最後你就開始 假作決策購買 然後購後的行為等等 那一般來說 目標市場的設定來說 他有分為幾個方面 第一個叫市場區隔 然後呢 接著呢你是按照你的市場區隔裡面的一些變數 比如說按照年齡價格等等來做 那當然對鋼火來講 就不太一樣 他比較可能 涉及到區域性的問題 然後還有就是 產品有分為貨櫃啊 散裝啊 雜貨等等 那當然還有第二 就是開始人家選擇 就像切豆腐一樣呢 你跟市場區隔 就選定你的目標 選定目標 就是說 假設你的重點在貨櫃方面 那當然你的行銷就會以貨櫃 作為你的一個行銷重點 這就是所謂的產品定位 那一般來說 傳統的一個鋼火行銷對象好像是航商 所以呢 航商停到航線之後呢 就是會帶了一些貨物進來 那當然對於航商來講 他所涉及考驗的因素蠻多的 包括一些費力啊 追效力啊 貨源等等 都是他考量的因素 當然最重要的是 貨量部分 還有市場需求 這個表格呢 但是顯示有關於航商在選擇 港口的一些考驗因素 從過去的1998年的 W學者裡面說的 航台的距離等等 一直到 所謂的 Murphy的 1987年的 什麼港湖設施啊 1992年的 超大的規格啊 還有一些韓國學者提出的想法 還包括國內學者提出 所謂硬體軟體啊 還有一些韓國學者 在1999年所提出的 貨櫃港口地理位置等等 都有很多學者在做這方面研究 那一般航商我們所知道 好像是一般大的航商 其實還有 Feeder啊 貨運輸業者 都算是很重要的一個對象 那當然談到貨主方面的話 最主要是根據我們在 買賣企業的 所謂Tradeturn裡面 所謂貿易條件裡面 所規劃的 就是 有些屬於出口商的一個 那個 貨主有個指定權 港口指定權 比如說 在ESW 或是F條件等等 基本上 有買方對 它具有所謂港口指定權的部分 對於 至於C條件 跟所謂的D條件呢 它是有賣方 所以這個就是 定位了 你所說的 就是 哪一個貨主呢 它有 所謂港口指定權 就是你重要的型號對象 這是另外 在2012年的時候 有些貿易條件 所改變的部分 那有些貿易條件呢 它是比較適應 手中可能的運輸模式 那有些是專對 海運為主 比如說CFR 或是IF 甚至有些是FS FOB等等 那港口行銷策略 其實 在過去所看的資料裡面 1995年的 在UNCTAD所提出的 港口行銷策略裡面 跟比利時的 Jaint大學的 所提出的東西 概念蠻像的 當初呢 他們在行銷策略裡面 只有交代所謂的產品 所謂的產品 還有價格 Place Promotion 至於在Place方面 並沒有提到 所以後來 後來在所看到的 有關日本和韓國學者呢 他們在提到 有關Place部分呢 就會 用他們國家的一個Case 來做說明了 這個 這個是 在港口行銷策略部分 比如說 三項策是日本學者 在1991年所看到的 他的產品 當商品策略主要講 當時的日本的情況 需要24小時監督 通關 便利性 而價格主要講的是 費力跟價格 促銷當時也不完整 包括廣告 公關 等等 通路主要透過 所謂的 母船 跟Feed的運輸 在UNCT AD 1995年呢 他講的是比較多 包括產品策略 包括第一位置 航道 等等 價格呢 是包括一股的成本 還有金證 那促銷策略比較完整 從廣告 一直到所謂的 國際新聞啊 或是辦一些 組織會議等等手段 通路策略呢 就是沒有說到 朱駿是台灣的學者 那他 提供是有關於 在所謂的高 高效率的部分 然後價格主要談價格 那行銷策略部分呢 主要策略呢 是跟 跟所謂UNCT 所公布的內容 道路策略 那至於通路部分呢 主要講的是 所謂的海關 介紹干擾等等 韓國學者呢 其實也差不多 那當然韓國 當時他們在退所謂的 關稅 自由區域的投入 後來他們改為 所謂的港區的 自由貿易決定 貿易地區 而第四部分呢 主要介紹有關於 港口行銷策略案例 他所謂的介紹 是有關於 路德丹 其次是 漢堡 安德維布港 福山的部分 路德丹呢 他一般會成立 所謂的 Porsail Mission 這個組織 那他是有很多 專業公司啊 或是海運 中介商 或是一個 部門公司等等 跟所謂地方自治的 相關關系者 包括市政府 還有港口的開發機構組合的 那當然他最有對象就是 把港口的一個 辦所謂的海外的說明會比較多 那第二部分呢 台南市有包含 漢堡港的行銷策略 漢堡港行銷策略呢 基本上 他是由市政府所管轄的 因為漢堡港屬於 漢堡市政府管轄的 所以呢 漢堡港的 它有一個宣傳部 是由 第一個會長 委員有11名 還有國內的3個辦事處 還有國外的11個分公司 分會來做行銷策略 那漢堡港 它主要做的宣傳優遇 包括就是 資料收集 國安鄉機關的一個拜訪 當然要做有雙移 所謂的市場調查 跟市場的策略 還有就是 有關於它的一個 港口的提供的一些服務等等 都是它的學問的一項 第三部分呢 是有關於 安德惠普港的一個 港口行銷 它是叫 成立叫一個協會 叫做 Poor of Andway Promotion Association 這個單位 由12名的一個 理事與神員所組成的 包括港口的使用者 還有服務單位 那當然也是一樣 也在收集情資 然後定期發表一些刊物 然後呢 還有舉辦所謂的會議 然後說明會等等 這是它的刊物叫Hinderland 就是背後腹地 那由市國國藝文來做說明做行銷 那當然就是提供 定期提供一些服務 然後甚至教育訓練活動等等 最後一個呢 台南是釜山港 釜山港呢 基本上 當時是由一個叫做 鄭金哲社長所擔任的 然後 它為提升它的知名度 所以它收集了很多的 歐盟的一個資訊 所以它有在 當時在歐盟那邊 已經有設立一個代表處 然後呢 當然釜山為了做行銷 包括在上海 美國紐約 英國倫敦 都設有代表 所以只要收集當時海運跟港口資訊 可以同時提供當地的顧客服務做行銷 當時釜山港在2016年 大概有1941的一個櫃子 然後呢 雖然 阿 焊口硅有在增加 阿 當時裝ον移減少vais lack 包含禁转会的部分 那基本上它转会柜是作为它的一个主要行销的方式的类伤 我的名字叫杨宇迟 很感谢听我介绍有关于港口行销部分 如果您有任何的把握意见,请送E-mail 给我 hgyng at mkust.edu.tv 谢谢你的锦丁,杨宇迟,拜拜 那我们下次再见